大家好,我是Trici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賓尼雲圖門戰拖連盧 星期六凌晨 二甲第十九回合已經開戰 賓尼雲圖將主場對拖連盧 賓尼雲圖最近兩回合聯賽都是輸球 而拖連盧方面,他連續四場都是輸球 所以他們有機會打和 賓尼雲圖上一回合聯賽再度大敗 雖然他們有後備上陣的前鋒發耳機攻入 安慰性的一球 但也沒辦法改變局勢 最終球隊1比4輸給克羅托內 上一回合聯賽輸球後 賓尼雲圖近四回合聯賽輸足三場 其中兩回合聯賽都是1比4輸給對手 目前球隊跌落積分榜的十名之外 目前賓尼雲圖要急著贏球 今場對拖連盧是絕對不錯的良機 因為對手現在已經在降班區域中 今場賓尼雲圖有主場之力 估計他都會盡地一局去比賽 陣容方面前鋒沙奧停賽受罰 後衛尼迪斯亞和中場輸醫艾迪尼雷拉因傷無法打 自從新一年首場擊敗帕爾馬後 拖連盧隨即打回圓形 他們除了在意大利盃被AC米蘭淘汰出局外 在聯賽方面也獲得兩打一副 從而連續四場各項賽事都沒有贏球 球隊很明顯不在狀態中 好在的是 拖連盧今季聯賽主客場表現其實是一反常態 他們目前獲得兩場贏球都是作客所得 這個表現了球隊作客時會比較厲害 另外拖連盧目前成為二甲和球天使 球隊在聯賽到現在和了七場球 這個數字與維羅納、柏爾馬並排在二甲最多和球的隊伍 即使面對著急於求勝的奔利運圖 拖連盧並沒有還手的能力 陣容方面中場湯瑪士停賽受罰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